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是对名随便 我是梁芳瑜 我是廖婷娟 我是汪金伦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能不能富裕恐龙 在坐骑世界中 恐龙被当作是一个身材的工具 其中因为人为问题 恐龙纷纷窜逃而出 但是这部电影 难道没有把恐龙 当成是一个身材工具吗 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 去看待生命的价值呢 这部电影带领我们 思考了三个问题 Can we 在科学上技术上 我们做得到吗 Purpose 富裕的目的何在 Should we 在伦理价值上面 我们值得这么做吗 而我们这里指的富裕 是the extinction 也就是将富裕 已经灭绝的生物 将它带到现代的生活中 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部分 Can we 在科学上我们做得到吗 技术上我们办得到吗 已经有科学家做过实验 我们想要尝试把绝种的山羊带回这世间 但很可惜的 这部实验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来看看电影中怎么做的 它是利用琥珀中蚊子体内吸到的恐龙血 取出DNA 但拿着DNA再做成恐龙 但很遗憾地告诉各位 就在现实中目前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DNA会随着自然实验过去慢慢的衰减 例如其中一种方法就是 它会在五炭糖跟磷酸根之间的溅会断掉 这会造成寒氮碱基之间的氢鉴也断了 就像这样分成两个部分了 通过过了521年 有用的DNA序列只会剩下一半 150万年之后 你就是无法读取了 更何况恐龙是6500万年的生物 你要怎么读取它的DNA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真的拿得到恐龙的DNA 但是从什么DNA变成像我们这样一直有个人个体呢 举个例来说 你的眼睛跟你的肝脏 是完全不一样的器官做着不一样的功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们DNA都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做到不同功能的呢 答案是基因调控 通过基因调控 我们可以让全身200多种细胞 各种负责它们自己该有的事情 知道它们该做什么 在哪里做什么 只要有基因调控 它们就可以做到这些 但是 我刚刚说的是 假设我们只有DNA 我们有了DNA 我们有了DNA 没有基因调控 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出恐龙的 以上这些听起来 所以呢 电影中的方法听起来不是很可行 那如果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有现在这种这么进步的科技 要是我们要怎么富裕恐龙呢 已经有人可以让鸡长出了像这样 长了恐龙的尾巴 这个研究的作者 Jack Hohner说 It's crazy but it's also possible But is it really possible? 这个是透过基因调控的方式 让开启基的某些基因 让它具有我们认为 长得很像6500万年的恐龙的某个部分 因此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也用词 只是我们认为它长得很像恐龙的某些部分 因此 如果真的要用这个技术 把6500万年的恐龙 搬到现在让它去面诀化 让它富裕在现代化 或许在技术上还是有困难的 Purpose 那在生态上 我们有要富裕恐龙的目的吗? 在2013年科学家就提出了 要选择灭绝物种来富裕的指标 而这些指标是建立在 我们将这些动物带回到现在的生态中 能够让其自然其永续地生存下去 而且不是在动物园里 或是在实验室里 仅供观赏或是研究 但是显然恐龙并不符合这些标准 在2017年科学家也透过数学模型的演算 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有限的生态保育资源 用在已经灭绝的动物上 那么我们可能导致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因此我们认为富裕恐龙并不具有生态上的价值 这样没有生态上的价值 如果我们在退一步来说 我们应不应该 或者是我们人类有没有资格这么做 电影与小说中试图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会遭遇恐龙反忽 是因为我们想要商业化的利用恐龙 把恐龙当成只是我们身材的工具 但是 我们把恐龙当成只是身材的工具 但是这样失去了我们对物种的尊重 我们失去了生命平等价值 我们真的能这么做吗 会有电影中的这些浩劫 安全上的疏忽或是管理上的 安全或管理上的疏忽 都是因为资本家急着要赚钱 现在的人类 我们现在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我们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贪婪的欲望 没有办法给予恐龙的基本的权利 因此 但是呢 你认为 你觉得这些只是作者小说中的故事 导演 镜头下的画面吗 不 在现实生活中 2015年的侏罗纪事件 我们已经知道 当时的迅猛龙其实是 当时的科技 我们知道迅猛龙只有跟火鸡一样的大小 而且是有毛的 但是电影还是显得以这样的形式呈现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你会想要去看有一个人 然后被火鸡追着跑的电影吗 显然否啊 你想看的应该是这种恐龙吧 所以呢 导演为了你们想看的 符合大众需求的 而放弃了科学价值 现在 恐龙还没做出来 就已经这样利用恐龙商业化恐龙 那 未来 恐龙真的做出来 我们能保证 我们能给他该有的权利吗 我们能给他该有的尊重吗 侏罗纪公园带领我们了 思考了 科技伦理 以及商业利益 我们该如何选择 我们对于生命 该给予他什么样的尊严 而且不只电影本 就是不只电影内容 整套系列电影 就是已经以身试法的 试给我们看了这部电影 这样的事情 显然以上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不该富裕恐龙 侏罗纪公园身为一部科技预言 答应我们思考 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 相信 如果像我们这样 一直透过不断的讨论 不断的思考 也许有一天 柱子纪公园 不会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之中 有一天 它也不再是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一天 当人类实现了 完成了 能跟恐龙达到和谐共处 以及能尊重生命的时候 柱子纪公园 将是你我都可去的地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红队对名随便的发表 提醒一下 刚刚红队对名随便超过7分30秒 所以会被扣分 好 那现在请蓝队文盛指责样进行提问 好 非常感谢你们刚刚精彩的演讲 那我很欣赏你们分类那三个问句 我觉得这样非常有邏輯的报告 可以让观众更容易吸收 我很欣赏你们这一点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疑问 第一个就是结论的部分 你们说人类现在不应该富裕恐龙 但是你们的结论却是说 我们期盼一个更好的社会 到那时候可以看到 侏罗纪公园这样的东西出现 但是侏罗纪公园这东西 公园这东西某种程度 就一定是一种制度的存在 也就是说 你们一直强调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就是应该要让动物 回归他们原有的棋地 等等让他们自然生存 但是你却期待在未来一个更美好 更尊重生命伦理的社会下 用一个公园将这些 我们从血种当中复原 复活出来的恐龙 在公园这样的制度下生活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电影当中有提到 就是他因为恐龙的DNA 是不完全的 所以他利用了非洲爪蝉 来修补他的DNA 那类似这样的基因工程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农座的改良等等 就是利用这样的基因工程的技术 那你们赞成这样的事情吗 好 谢谢你的提问 让我们讨论一下下 首先我要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那我想你应该是对于 为什么我们人类有资格这样做 提出了疑问 那我必须解释一下 就是人类为什么可以 现在人类 我们自己是秩序为万物之灵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秩序为万物之灵 是因为人类具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而因为这样的抽象思考 我们可以去思考道德上面的问题 而且当我们去思考一些道德上面的问题 当我们就是创造一个生命出来 而给予它生命更多权利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会说 当人类可以足以达到这样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才能给予猪罗纪 才给予恐龙一个这样的被富裕的可能 而且做出一个猪罗纪公园 而且我必须对你的提问做出一个小小的可能是瑕疵 其实就是当你问我 就是当我 为什么公园是个制度这样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现在的动物 为什么会被我们圈养在 那个 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动物园 然后为什么 动物被关在里面 却是合法的 然后再来我要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问的是基因转值的问题吗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基因转值 就是只要它是对我们有意的是好的 我们可以使用基因转值这个技术 然后再来基因转值就是 你认为不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它可能有一些副作用 就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 但是这些是因为基因转值它 就是过去使用的技术 没有办法精准准确的把所有 就是我要的基因转过去而已 还会转到其他你不需要的 不是你期望见到的基因 但是现在的技术 有个叫CRISPR的技术 我可以非常准确的检到 我只要这段基因 然后把它转移过去 所以就不会有过去基因转值 发生的那些问题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基因转值 请问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那第一个问题我再追问 你刚刚说将动物圈养在 动物园里面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其实都一直知道一件事实 合法的东西并不等于合乎道德 所以你刚刚一直提的东西叫做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一定是比较道德层次的东西 我们将动物关在动物园里面合法 不代表它就合乎生命伦理这件事啊 那我想可能你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不知道动物它其实被养在动物园里 它有不开心吗 那这样就有点落入那个庄子那个 那我这样跟你解释好了 那我答中 你说人是万物之灵 因为人就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动物的角度去做一个换位思考 不是只用人的角度把我们的生命伦理 或者是所谓的法律制度道德强架在他们身上 认为合乎我们的制度就是对他们是满足所谓 因为生命伦理毕竟也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 你没有真正站在那个动物的角度 它应该在自然环境它本来是什么样子 它就该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站在动物的角度思考我们认为 而且已经有人定出他们认为动物应该有的权利 就是他们不受到伤害有该有的自由之类的 我们圈养它 就是我们指的会在未来合乎道德情况下是符合动物的这几个需求 再来是它会想要 就是其他就是再来是动物有没有思考能力 我们无法知道动物有没有思考 这样我知道 谢谢 好谢谢两组非常精彩的答辩 那现在我们就要准备请蓝队的文胜指责洋进行发表 各位评审大家好 我是林鼎阳 我是丁思琪 我是陈鹏玲 我们是文胜指责洋 我们今天要报告电影是关键报告 这部电影出品于2002年 是由知名科幻导演 Steven Spielberg所指导的 它的背景呢 是发生在2054年 一个人类生活全面被科技监控的年代 稍微来提一下故事的情节 在2048年 有一个系统诞生了 它是由三位先知所组成的 用来预知犯罪 用来预知犯罪 六年之后的某一天 男主角 也就是警卫的 警卫的首长 他发现一份奇怪的报告 接下来 他就成为了 下一个 接下来他就成为了 下一件 谋杀案的凶手 经过了警方的追捕 及他自己的调查 他才知道 他是被自己的上司陷害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前面发现的那份报告 是公司高层想要隐瞒的一件事 三位先知 缺少一位都不行 就是因为这样 公司高层利用了 系统的漏洞 来隐瞒了 来策划一场谋杀案 那这个谋杀就 是为了 就是将某一位先知的母亲杀掉 让这个系统可以继续运行下去 这样 后来 因为男主角企图揭发 所以 公司高层就想要杀掉他 但是 系统当然就 这时候就预知到啊 因此 公司高层的人 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情况 如果杀害了男主角 就会背负罪名 反之则会造成 反之则会得 则会让系统出现错误 因此 这他毕生的心血 就全没了 最后他就选择了自杀 也使这个还位于实验阶段的系统 就此终止了 那以下我们先看电影里面哪些是真科哪些是幻科 那首先第一个是全像投影 全像投影在1947年有一名英国物理学家提出了理论 那在当时已经有理论基础 所以这部分算是真科 那第二个是喷射背心 最早真正尝试制作的是在1953年 一个叫做火箭背带的物品 那在当时也已经有理论 所以这也是真科 那第三个就是虚拟实境 也就是经常听到的VR 那在1968年就有结合VR和AR的头戴式显示器 那在当时也是属于真科 那第四个是虹膜辨识 也就是当时用来达到全面监控的一个手段 在1990年代就有人提出研究 那到2001年之后才有真正的产品问世 那这部分也属于真科 那最后一个就是先知 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轴 那这很明显的是幻科 那以下我们把真科和幻科列表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科技都是属于真科 那红色的字则是表示 在当时虽然有理论基础 可是没有办法达到电影里面的技术那样 那在电影里面许多想象到的现代都已经实现了 比如说在2016年 三星就有推出了虹膜辨识 并且应用到手机 那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那在电影里面 他们对于还没有犯罪的人进行处罚 我们对于这件事我们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那他们会逮捕尚未犯罪的人 然后并且加以处罚 那在刑罚里面 在现在刑罚里面 他是违背的 因为刑罚是表示 行为之处罚必须有犯罪事实的成立 那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预防犯罪 所以运用这个手段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在极端的手段才能使用 比如说犯罪率极高 或是有可能会造成极大伤亡的情况下 那在美国现在的犯罪趋势图来看 那这几十年来 谋杀的案件数一直都很低 那我们也认为在除非必要的情形下 其实没有必要使用这个系统 那这部电影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 我们一开始很好奇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预知系统 是由三位先知构成的 而且这三位先知的排列 还刚好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在影射神学上 一个所谓三位一体 就是神的概念 那这是三位一体的示意图 那所谓神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主权 因此这部片其实要探讨的议题就是 在绝对主权下 人的自由意志又将如何改变呢 比如说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就拥有了一个机会 我可以改变当下所有的选择 那我们可以从故事的最后 系统高层它选择自杀 所以这个系统才终止 但是我们想 如果它就照着系统预知的 它就把男主角灭口 这样它的毕生心血就不会消失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算你知道未来了 选择权最后还是在人的手上 那以下就是我们的几点结论 第一个 许多内容从十几年后的今天来看 它都是已经成功的 都是已经有许多商业化的产品出现了 所以我们就是认为 为什么这部片之所以经典 就是因为它是用了许多 极具前瞻性的科幻想像 那再来是如果我们未来真的有这样的科技出现的话 虽然它会违背我们现在对于法律的认知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些极端情形下 我们必须要使用它 比如说反恐或者是阻止意图极为明显的 连续杀人案件 那最重要的是 即使我知道某个选择会通往已经预见的未来 但是我要不要选择这么做还是在我自己 因为也就是说 即使能预知未来 最后的选择权人是在人的自由意志上 我们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文胜值泽养的发表 现在我们请对名随便进行提问 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电影中会造成 就是造成这一切电影的最一开始的源头 是因为高层杀了先知的母亲 就是高层杀了一个人 那你们认同那个高层的做法 就是从他前面的做法是先杀了一个人 然后来就是杀了一个人来造成 让犯罪防治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后来你们的就是你们报告的主要就是 他后来选择自杀这件事 就是关于他前后的行为 你们分别认同不认同还有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他杀害先知母亲这件事情 我们是非常不认同的 毕竟我个人我们个人是认为 就是生命无侠这件事情 我们是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就是你不能为了全民的 就是在那个社会下人类的共同福祉 就是降低犯罪率这件事情 然后你为了维持这样的一个系统存在 你就剥夺了那个母亲的母亲的清权 还有就是他身为他子女的人权就没有了 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连他该不该实行都已经有所疑虑了 在他还是实验性的阶段下 他就做出了违反我们比较普世的伦理价值的事情 所以他当然是比较不能接受的 那再来是他最后选择自杀 其实他最后选择自杀 我在想如果我今天是他的话 我也会选择自杀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如果背负 第一个他进入监狱之后 虽然那个系统会可以继续实行下去 但是这就代表着虽然系统没问题 但是执行这间公司的系统会有问题 执行这个系统的公司会有问题 这时候政府就会介入强制收购 他们其实在电影中一直有提到 他们不希望被司法部门收购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 但是他如果选择不杀害男主角 他就是完全打脸自己之前在坚持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个选择会被政府强制收购 第二个选择会打脸自己的理念 那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自杀 不好意思我想继续追问刚刚问题 就是你说不能因为全人类的共同复制 还是什么的 就是那有一个思想实验室 有一台电车 他现在他没有办法刹车 然后只有左转跟右转 然后左转上面有数十万个人 抱歉 十个人好了 然后右转的话有一个人 然后现在他没有办法刹车 然后你有那个开关 请问你会 你就像电影中的老人一样有那个开关 你会怎么做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道德上很经典的 学问叫做电车学 电车学有一开始很多人 大部分人会选择效益论 变轻题做的效益论 就是所有人类最大的利益总和 就是公益该执行的方向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采取效益论的观点来看的话 的确应该拉下那个拉杆 杀死一个人就数十万个人 但是就John Miller的正义论来看的话 不该这样做 原因是任何一个人生活下来的机会 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的权利都该受到一样的保障 不能说他们的 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 他们的人权就比我多 这样子 人权不是用数学加总来计算的 该不该拉下拉杆这件事情 会牵扯到意图这件事情 你意图杀害这群人 跟你为了拯救这群人 而让这个人死掉 是有所不同的 不过就你们提出的情境来说 数十万人跟一人的性命 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在选择的话 的确会拉下那拉杆 因为在电车学问当中 后来还有许多理论提出 我个人比较有比较听性的一个理论是双重效果论 就是做一件事情 它的结果的好与坏 它的是善是恶 可以从结果好坏的比例来看 就是当一件事情 它得到了好的成果的比例是 比如说好的结果叫做活下来的人 坏的结果叫做死掉的人 这两个之间的比例是很悬殊 而且几乎是所有人都会认为 这个比例是悬殊到可以不用去 顾忌剩下这个 就是比较多人坚持争议论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拉下那个拉杆 这样子 这样有回答到吗 谢谢你的问题 道歉 谢谢你的回答 然后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介绍了很多电影中的科技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这些未来科技真的有 就是你刚说它只是理论 然后那在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做到 然后还有电影中科技 这些做到的话 会不会有不协调的问题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是 就当时来说有理论发展 而且我们还有提到就是 到现代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成真了 就比如说虹膜辨识 虽然虹膜辨识 还没办法像电影当中 那么普及快速 然后可以运用在整个社会上 不过还有一个东西是 好比如说像 你要问会没有什么坏处 那我就举虚拟实境VR来说好了 VR现在很多的应用是应用在电动 就是电玩产业上 但很多人会认为电玩就是 会沉迷 会让人上瘾这样 这应该就算是某种不良的影响吧 我觉得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梁 对 对名随便 各国甚至责养 充实的表现 那提醒评审老师 因为刚刚红队在 发表的时候 7分36秒超过规定的时间 所以要在总分上面扣2分 那评审老师可能要再 确认一下两队的比分 好 那我们一样也是 请5位评审老师 帮我们选出 晋级的队伍 那就请评审老师 举牌 谢谢 好 我们恭喜 对名随便晋级